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因为捕鱼达人的游戏在App Store中迅速蹭红 仅前三个月就轻松进账500万 陈浩之也因此成为今年从苹果身上获利最多的国内创业者 陈浩之最初的规划的做国内最大的苹果应用开发者社区 捕鱼达人是一款无心插柳的作品 上线三个月 捕鱼达人录得52,5万美元纯收入 最后的成绩已有逐渐追上愤怒小鸟的趋势 更重要的是 陈浩之为国内的应用开发者找到了一种可靠的盈利模式 10月6日晚 位于北京三里屯的苹果旗舰店门口 气氛冰冷异常 尽管依旧人头攒动 却不再有往日熙熙攘攘的喧嚣 取而代之的是黑白照片 花朵和欲言幼稚的沉默 人群中一个高大魁梧 头发略微灰白的中年男子 游文醒目 那一天他带着40只白色蜡烛 匆匆赶来 还未按原本计划摆成苹果logo的形状 泪水就以夺矿而出 在得知乔布斯此事消息的十几个小时后 在这个熟悉的广场上 他不再压抑心中的难过 他叫陈浩之 北京触控科技有限公司CEO 就在半年前 陈浩之的团队开发的一款名为捕鱼达人的游戏 在Xstore中迅速参红 仅前三个月就轻松进账500万 陈浩之也因此成为今年 从苹果身上获利最多的国内创业者 而在庞大的苹果帝国中受益的 远不止他一人 自2007年iPhone推出后 小布斯领导的苹果便开始不断影响着 中国IT产业的格局 他不但让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多家知名电子代工企业 一路高歌猛进 更让一批以苹果应用开发为主业的草根级创业者 一日扬名 身家倍增 是苹果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中国版《愤怒的小鸟》 总价载量已突破2600万次 活跃用户数量达220万 曾在33个国家的App Store中下载排名第一 而这一数据与《愤怒的小鸟》 在推出半年之后的相关数据已无太大差距 今年2月11日登上英国App Store首页之后 《愤怒的小鸟》便开始了 它封你全球横扫多个手机平台 屡战屡胜的辉煌历史 如今这场小鸟与肥猪之间 不起眼的战争 已进驻全球5亿台智能手机 在69个国家的苹果App Store排行榜中名列第一 而这款游戏的开发厂商 来自芬兰的Robeo成长速度 也已经超过YouTube Nespace和亚马逊 微博成为全球形成品牌最快的公司 《愤怒的小鸟》所获得的巨大成功 让全球移动应用开发者们狂喜不已 它意味着所有不起眼的小团队 都拥有一战成名的可能性 所有人也都在期待 只会成为下一个能够诞生奇迹的小鸟 而就在今天 一款名为补鱼达人的游戏 正在强大的小鸟面前 争夺着App Store全球排行榜的前三名 据了解 补鱼达人今年4月 在iOS平台上线后 迅速撑吼 曾连续被苹果在App Store首页推荐六周 总价载量已突破2600万次 活跃用户数量达220万 曾在33个国家的App Store中下载排名第一 而这一数据 与愤怒的小鸟 在推出半年之后的相关数据 已无太大差距 不与达人的火热 也吸引了投资者的关注 即开发商触控科技 目前已成功获得二轮融资 累计金额超过1亿元 A轮由北极光完成 B轮投资人 魏斯伟创 投合红杉中国 金额为1400万美金 而这款热门游戏的缔造者 就是前文提到的陈浩之 在手机应用开发这一领域 特别是手机游戏 开发这一领域 今年34岁的陈浩之 算是大龄青年 尽管从2003年 便开始了互联网创业 但面对手机游戏领域 他的经验值 依然趋近于零 其实若不是 一个偶然的机遇 陈浩之 应该从未想过 他未来的生活 将会离不开 一群色彩斑斓的小鱼 请不吝点赞订阅